佳铭 佳铭 你快醒醒醒醒 到你屋里去睡 快来 佳铭 你快醒醒啊 你把生气照了 我比你都要 来 别逻辑 别逻 till 来 坏 有 那 咱们 都都 谁喝酒了 昨晚我们都喝多了 谁喝多了 家明呢 家明呢 愣 愣 多多 多多 你听我说 昨天晚上我们喝多了 我睡在你们房间了 他睡在我那儿了 今天早上起来才发现的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你千万别误会 我只相信我看见的 我看见包家明 睡在了你的屋子里头 可是我没有看见你 从哪个床上下来的 真的是喝醉了睡错床了 你是不是还睡错人了 真的是喝多了 你别误会 你当我三岁小孩啊 你少拿喝醉了 当借口好不好 没事了干吗要喝醉啊 余小强 你是不是看上我们 叫包家明了 你要是喜欢 那告诉我 分分钟提货 别这么说话好吗 家闺的心里面只有你 真的 余小强 我真是小看你了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呀 我现在反应过来了 我那件小内尔 你是故意缝走样的吧 就是想看我出丑是不是 我知道了 你表面上是离家出走 背地里就是想抱负你出轨的老公 找一个像包家明这样 好看又体面的男孩子做挑板 余小强 老牛吃嫩草这种事 也只有你们这种 危机四伏的中年妇女 才看得出来 干吗 对不起 有点恶心 是恶心 慢慢恶心吧 平静 嘟嘟回来过了 他又走了 你刚出去追他了 昨天晚上咱俩都喝多了 我睡了你的房间 那你睡哪儿了 我睡在你房间里了 那为什么我的床跟没人睡过一样 我早上起来收拾过了 是在嘟嘟回来之前吗 是的 那他也不能把我的情砸成这样啊 他砸心的时候你拦着他了吗 没有 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你知道这把情对我有多重要 我从安徽出来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带 我只带着这把情 他跟了我多少年了 嘟嘟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他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说我跟你怎么可能那个 那个什么嘛 对了昨天晚上你不是蒸了四只大辣蟹 给我吃吗 结果我一口都没吃到我就喝挂了 我睡在你的房间 你还睡在我的房间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也很奇怪啊 你早上不是很早就起来了吗 你还有空铺床 你干吗不把我叫醒啊 你这什么心理 好 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爸 我爸一会儿要走 麻烦你去旅馆送一下我爸 等你回来我就从这儿搬走 你别忘了给嘟嘟打个电话 这事你不用管了 他这么不信任我 我不会给他打电话的 你没事吧 一会儿我想去趟医院 行 我去送你吧 刘叔叔 喂 喂 您在哪儿呢 喂 我这儿呢 我这儿 别打了小伙子 刘叔叔 是 嘉明是吧 小强姐给您打个电话了 打了打了打了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你什么话呀 你说小强演示 他忙他的呀 这么近离这车站 我又没行李 用不着送啊 是我自己要来的 能碰上你这么热情的年轻人啊 真是不容易 这是应该的 这世界上可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只有愿意不愿意 那我说错了 是我愿意的 叔叔 咱们应该走了吧 走走走走走 这个 谢谢啊 来来来 走走走 走走 昨天小强跟我说 昨天小强跟我说 说你啊 人好 把房子租给了他 他心里特别干净 他现在啊 非常实习 丈夫出轨了 对他也不好 还有他那个婆婆 怎么说呢 我昨天到他们家去啊 差不多就是让他婆婆给轰出来了 我送上门的大闸蟹 一股脑又都扔给我了 话说的也不好听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这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 这也太王八蛋了 千万别告诉小强 他要是知道 非气死我可 行 叔叔您放心吧 我不会说的 你还有什么事 就尽管吩咐我吧 早上我去银行啊 取了点钱 先搁在你这儿 我 我要是直接给小强啊 打死他 他也不会要 叔叔 我这 就算帮叔叔一个忙 嗯 给他没点好吃的 他租了你的房子 就拿他当姐姐吧 多照顾照顾他 我现在是他弟弟了 照顾他是应该的 好 好 好 哎呀 嘉明啊 我知道 我这么做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 按理说 这个时候 我应该在他身边 多陪陪他 可我在他身边 他对我也得重小强 他不好受 我也不好受 叔叔 您放心吧 有我在呢 我会对他好的 是 谢谢了 叔叔 您别这样 叔叔 叔叔 你都没有了 你怎么办 我会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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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想到 那儿 你不想到 我会在那儿 每个一周要整理冰箱 可以放一只柠檬 苏冻阁里的肉馅是我剁的 只要花冻就可以了 牛奶要注意 千万别喝过期的 你不是有照片吗 照片全都在U盘里 明天我老公要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 专门为那个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掌声的有请刘光耀总经理和我们蓝知心品牌的设计师蓝芯小姐上场 感谢团队 感谢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圣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圣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刘总 感谢刘总 感谢朋友 感谢朋友 感谢生活 感谢生活 好 接下来请大家摒住呼吸 敬请期待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好 有请我们刘总出动屏幕按钮 靠谱 请大家安静 请大家安静 这是一颗小的伺候 請大家安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想让你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愧 让你的朋友同事都知道你的真面目 知道你对自己的妻子家庭有多么的不负责任 这是你应得的报应 你做到了 达到目的了 你满足了吗 还行吗 你不觉得自己的这种满足很肤浅吗 我今儿为了揭露你这个伪君子 我宁可当一回小人 有种 我承认 我外面有人 我这么做对不起我老婆 对不起我的家庭 但这是我的私生活 与你无关 与任何人无关 更与我的工作无关 你知道吗 为了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公司上上下下一百多人 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精力 其中大部分是你这样的年轻人 是 我遭到报应了 可你对得起那些无辜的人吗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 应该感到惭愧吗 我是幼稚 我是肤浅 我今儿就是一时冲动了 可是究其根本的原因 该感到惭愧的是我 还是你 张阿姨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白天照常工作 晚上我就在这儿住一下 我也没有太多的东西 不会占太多的地方 我也不会影响他们这儿休息 能不能跟院长说一下呢 小强 住值班室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我很快就会找到房子的 小强 难道你铁了心要和光耀离婚 怎么了 张阿姨 我怀孕了 这是你老婆 这是你亲老婆吗 你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忙的事业 就被她这么毁着玩 你们的夫妻关系也太逗了吧 这事不是她干的 余小强没这脑子 她是被人家给忽悠了 那就找啊 把忽悠她那个人找出来绳之以法呀 绳之以法 真不了了之啊 真不了了之啊 你的荣誉 公司的荣誉 我的荣誉 被毁成这样了 你就不了了之 你这叫软弱 小不忍作乱大猫 这叫智慧 挺我的 现在从我办公室里乖乖地走出去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懂啊 我没你的智慧 老高啊 我今天来啊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什么事儿 说 好 你知道的 我和小强妈妈原来就是好朋友 我是看着小强长大的 再说了 我们家方方和小强也那么要好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是小强让你来说何的 什么 余小强怀孕了 什么 余小强怀孕了 他现在啊 就住在我们医院的值班室 白天呢 在我们医院当保安 晚上呢 何止夜班的人住在一个屋子里 还得爬上铺 你说这营养跟不上吧 休息又得不到保证 我心里着急啊 小强真的怀孕了 真的怀孕了 他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但我知道小强为了怀上这孩子没有少吃苦 你说这好不容易怀上了万一 我不是多管闲事啊 我只是觉得现在不是他们小夫妻俩吵架的时候了 而是有下一代了 怎么说呢 他们还没离婚 那你现在还是他的婆婆呀 他还是你媳妇呀 余请余礼 你都应该给他一个安稳的地方 是不是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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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呀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 我怀孕了 本来已经决定离婚了 可是现在孩子来了 难道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吗 本来都打算离婚了 这时候又告诉我怀孕 这老天爷是真会跟我开玩戏 还有 您说今天的事您都知道了 辛辛苦苦啊 准备了发布会 就让那小强 还有他那个电脑 那小伙子 一下也给搞砸了 你的那个什么发布会办砸了 可以再干 我判孙子可是判了七年了 那您说七年他都不来 那怎么现在就有了 不会是假的吧 小强没必要骗人 而且是张主任说的 张主任可是一字千金 他不会乱说的 那真要是真的 您说怎么办 真要是真的 你得听我的 第一 你跟那个叫蓝心的女人 立刻断绝往来 第二 明天一大早 跟我到妇产科医院去接小强 你去找过我婆婆了扎阿姨 对 为了孩子 如果没有孩子 说什么我也不会这样去做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孩子了 可我现在怎么可能还回到那个家里呢 小强 你不要再跟我这样了好吗 我考虑再三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说不定你和光药 就因为有了孩子 大家各自退一步冷静冷静 还能重新开始生活啊 你现在是母亲了 凡是要为孩子着想 这就是做妈妈的第一步啊 也就是说为了孩子 我只能委屈求全 不委屈怎么能求得一个全字呢 在孩子的眼里啊 有爸爸有妈妈 这就是一个全字啊 小强 听阿姨的话啊 为了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们来了 来了啊 张主任 老高啊 来了 张主任 小强啊 妈 小强啊 好了 夫妻没有隔夜愁 我们还是一家人吧 是啊是啊 小强 赶紧把这身衣服换了吧 收拾一下东西回家啊 光阳 赶紧帮着收啊 好啊 不要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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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啊 小强啊 你就先上楼去休息啊 我请了个终点工啊 叫小管 一会儿饭做好了啊 喊你下来吃饭 好的妈 呸个笑脸你会死啊你啊 特别别扭 妈妈我的个性 要不是为了孩子 我能那么低声下气吗 求啥呀 不就为了求了七年的孩子吗 想想孩子 那 到罗上去 陪陪她 哄哄她 让她开开心心的 将来有了孩子 一切都会好的 听话 我给 ه彼此 尽 Sym、国际 很 mich、我的天啊 这个正常差池 我们都拼了 从着三个子 lay free 她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呢这个记得了啊 西红丝 芹菜 胡萝卜 这每天必备的 另外呢就是自来水啊不能让大家喝 你呢一定的矿泉水烧开了以后给她喝 好啊 对的 这个矿泉水烧开了就没有矿物质 就没有营养了呀 你懂什么 小强 来来来来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新来的阿姨叫小管 我怎么叫她呀 叫大姐 大姐 我去冰箱看看 还缺什么啊 待会儿一块儿买回来 你们认识认识啊 你姓管啊 是管人的管吗 被管的管 你叫管什么呀 我叫管苏芬 大姐 我来我来 别叫我大姐 叫我姐就行了 姐 喝门牛奶 有机睡眠 我就 我还是到客房睡去了 行 我这老大呼噜 我怕影响你休息 你早点休息吧 行 你也一样 光耀怎么又到客房去睡了 他可能在那睡得更舒服点吧 你快睡吧妈 妈跟你聊聊 小强啊 我只要一想到 我马上就要抱孙子了 我是乐得觉都睡不着啊 还有八九个月呢 我可是盼了七年呢 老实说呀 光耀不是个东西 对不起 做错了 对不起你 我跟你爸 也有点误会 我们彼此之间 都有不对的地方 可是从现在开始啊 一切都让他过去 你看 老天偏偏这个时候让你怀孕 那不正是给我们家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吗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光我一个人想也没用啊 我已经说过光耀了 她保证啊 会跟那个叫兰星的断绝关系 儿子怕妈你是知道的 更重要的是 她心里头还有你呀 小强啊 就算是为了孩子 你也得好好的跟光耀过下去 好 那从现在开始啊 这一切都让她过去 全忘了 我们一起向前看 给孩子一个幸福美满的未来 好 妈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呢 你不也还没睡呢 儿子啊 顾全大局 你跟那个兰星 必须马上断绝关系 你要是不方便 妈去说 我自己处理吧 儿子啊 摆在你眼前的 是你必须做出决定 孩子和女人 你要哪一个 我当然要孩子了 好 小强回来了 对他好一点 别老摆张臭脸 你啊 笑一个 笑一个 怎么了 没事儿 等你吃早点 坐点 坐 吃吧 吃 新喝果汁 我这小馆现榨的 苹果加成汁 维生素C 以后每天都得喝 还有啊 鼓舞类也得跟上 看到没有 尤其得吃一点坚果 核桃 花生米 好东西 还这玉米酸药 这都是好东西 嗯 你们都站着我也不敢吃 坐坐坐坐 坐坐坐 来 毕竟爱人了 你吃你吃 我来我来 坐坐坐 那个月子中心呢 我已经去看过了 是早了一点了 可是啊 迟早要看着吧 是吧 稍微好一点的 那个月子中心呢 根本就要一年多前就预定啊 有那么多人怀孕吗 还一年多前就预定 真是 现在啊什么都要抢 妈 我还是在家坐月子吧 别 这事里还是挺妈的 我看张主任他们那儿就不错 那贵是贵了点 可是设施啊 条件的服务啊都不错 那怎么行啊 嗯 小强在那儿工作过的 我可不希望他到那儿去的时候 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 说刘光耀的老婆离家出走的时候 在这儿当过保安 妈 你说这个吧 开玩笑的妈 不过小强 我觉得你工作呀还是辞了吧 那保安 别的不说他天天站着 而且万一碰着吵架子 你说你上不上 你一拦着那玩危险 对对对 赶紧把工作辞了啊 你就好好待在家 我妈会好好照顾你 你啊 就安心生孩子 惊喜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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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原谅我吧 听说我这个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啊 你要跟我回家吧 你还没到怎么就停车了 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 昨天晚上呢 我也想了很多 咱俩人 不管以前怎么吵吵闹闹 毕竟现在有了孩子 我们都要为人父母了 我承认 我以前不是个好丈夫 但我希望我自己能做个好父亲 跟你一起吧 一起迎接我们的孩子 以后我的脾气也会改一改的 我跟张阿姨谈完 一会儿我就回家了 回头 我让公司的小贾接你 我公司还会有点事 就接不了你了 好 那多了 好 刘总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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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 你就跟我回去吧 我求你了 你别以为你请我吃顿饭 我要跟你回家啊 回家我给你做马沙鸡啊 你看你飞了一天一定很累吧 马文沙鸡我唱歌给你听啊 情衰坏啊 那我亲唱吧 你看你这两天没回家 我俩人都长包了 包佳明 你长大了行不行啊 你以为自己还是刚刚从安徽出来的小屁孩啊 可是只有小屁孩俩人才会长包啊 至少我内心很年轻嘛 可是我已经不一样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紧跟我的步伐 要不然我不给你好了 不不不不 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么年轻 嘟嘟我求求你了 你跟我回去吧 只要你跟我回去 我什么都答应你 好啊 这样 你给我买个新包包 我就给你回去 行啊 真的 真的 你说的 我说的 拉钩 我说你是小屁孩吧 方方 我现在回家住了 我不住在医院了 因为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什么呀 你赶紧说吧 别吊我胃口啊 我告诉你我怀孕了 真的 爸 大家伙儿都停一下 停一下 我有一个特大喜讯 要告诉大家 什么呀 什么呀 我觉得是太激动了 感谢老天 感谢老天 你这么热闹啊 刘总 不好意思啊 我想借用一下 你的秘书用一下好了 喝长时间你们随便吧 我要请客 我请他来喝下午茶 拌塌奶茶 每人一份 怎么样 什么好事啊 找我先喝口水 喝口水 慢点 慢点 平复一下我激动的心情 刘总 刘总 来来来 刘总 怎么还有我事呢 刘总 请允许我代表 您的太太与小强 向大家伙儿宣布一件 晴天霹雳的好事情 好不好 好不好嘛 什么晴天霹雳 什么词这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用词不当 用词不当 不过我觉得 好事情 一定要拿出来 跟大家伙儿分享的 大家伙儿说对不对啊 是呀 王高姐快说呀 我们的刘大总经理 马上要当爸爸了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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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了我要请客的 来来来来 把这给你拿过去 全买了啊 不行 刘总的大喜上 应该刘总请客 对不对啊 对 刘总请客 把钱包拿去 想买什么呢 好不好 好 好 全都买了 刘总 刘总 男孩还是女孩啊 现在也说不好 男孩好啊 女孩也好 对啊 对啊 好 对不起这张卡显示余额不足 你能不能小点什么 换张卡给你 对不起先生还是余额不足 我跟你商量件事啊 我们分两笔刷行不行啊 就这张卡你先刷三千啊 剩下的呢 你就在这张卡里刷 如果这张卡还是不行呢 我这儿还有一张卡 咱们就分三笔刷 好吧 我们店里有规定不行 这规定是死的人 是活的你做生意嘛 对吧 你就当我买了三个包 加起来总的金额 跟这个包一样不就好了吗 你脑筋能不能灵活一点 我 我不要了 走吧 怎么了 原色不好看我不喜欢 回家 我在刷卡 回家呀 快点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回家 那包你不买了 我不喜欢 不是那颜色不是挺好看的吗 要不这样吧 等我下午月发了工资我就给你买 好吧 回家 快点 快点 刺不刺激好不好玩啊 哎呀 这个婚外恋啊 就像是放鞭炮一样 之前呢 是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的 可到后来啊 就是剩下一地的残花败柳 任人家在上面 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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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小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跟我说 哎呀芳芳你知道吗 我们家老刘现在对我不要太好啊 我现在提什么要求 我们家老刘都会满足我的 哎呀 你看看人家夫妻多很爱 多好呀 你想够了吗 哎呀 我这就想告诉某些人 啊 不要趁着人家刘太太在家里边 安心地养胎 就在这儿一上班 往人家刘总的办公桌上去 放什么心意卡 啊 人家刘总啊 现在没有心思去理这些东西的啊 人家满脑子都是在想 怎么样去农村 给老婆弄点土鸡啊 土鸡蛋什么的 好好的补一补 什么心意卡呀 人家看都不要看的 恶心死人了 诗相点就赶紧给我走人 办公室的不伦恋情就是 你变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好香啊 炖的什么汤啊 土鸡汤 我都熬了半天了 待会儿啊 把上面的油撇掉 盛一碗出来 光要下班 这个点堵车 一时半刻到不了家 我怕小强饿了 你赶紧端一碗上去 好的好的 谢谢 冯方姐 好了没有 快点快点走啦 来了来了 走了 走啊 走啊 老刘 妈 走啊 樊姑娘 是吧 我 你망了吗 我 你 koş了 好 芳芳姐 晚上吃什么呀 我也不晓得呀 现在我跟你说 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 就是 风好大 要不我们去逛街吧 逛街啊 逛哪里 我好久没有刚赶快了 你就陪陪我吧 芳芳姐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吧 我得先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电话嘞 都是你呢 催我催得要命 我电话都忘到上面了 你在这儿等我啊 我去拿一下 等我啊 好 现实确实很残酷 我希望我们能够 平心静气地接受 接受什么 在孩子和你之间 我没有选择 还有呢 在公司和你之间 我也没有选择 接着说 就这些 你是不是还希望 我不仅接受 余小强已经搬回家的现实 还能主动打一份辞职报告 离开公司啊 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你能好过点 是吗 对不起啊 是我的手机 对不起啊 是我的手机 听见了 听见了 听见就听见了 反正 我马上就要离开公司 离开你的生活 不是吗 就是这样 你怕了吗 我怕的是生活 我 现实太可怕了 你看啊 我要是不把这对狗男女的事给揭露出来 于小强该活得多憋屈啊 现在被我这么一折腾 以后蓝星就再也不敢欺负小强 大家 请请大家 这也是一刻小小的事 大家 这件事我还没告诉你 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特别高兴 我这是大大的替他出了一口恶气 你真不知道刘光阳那个人有多可恶 那天他还装模作样想要教训我 结果被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你怎么骂的 我是这么说的 今天我是来替天行道的 我要让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 我要让你的朋友让你的同事知道 你的真面目 让他们知道你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妻子有多么的不负责任 这是你应得的报应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那天刘光耀还问过你 是不是余小强指示你这么干呀 你说他怎么能把自己老婆想成这样呢 余小强多好一人啊 不过也奇怪啊 余小强明明知道刘光耀是个混蛋 为什么又搬回去住了呢 跟这种人住在一块多委屈啊 人家的家事你那么操心干什么呀 你跟刘光耀有仇啊 你要是知道那天他在派出所 怎么跟警察撒谎呢 你就不会这么说 派出所 你去派出所干吗 我那天帮着小强捉奸 他们就报警了 你帮着小强捉奸 这事我忘了告诉你了 你还有什么事没搞我 没了 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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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呀 这不是我的钱 你这么多钱啊 郝佳明你背着我藏私房钱是不是 白天刷卡刷不出来 你跟我演苦情戏呢 想让我可怜你是不是 不是 这钱是余小强的 余小强的钱 怎么都在你这儿啊 我本来要还给他 结果他不是搬回去了吗 我就没来得及给他 他干吗要给你钱啊 不是他给我的 是他爸给他的 他爸给他的钱 为什么在你手里呢 你说不说 你不说我现在马上把他给花了啊 你把这钱花了我给你积啊 你跟我说话呢 对不起 你现在为了别的女人跟我说对不起 这哪儿跟哪儿啊 什么哪儿跟哪儿啊 余小强的钱你怎么能花呢 怎么又是余小强呀 我从进屋开始 你就不停地跟我叨叨余小强余小强余小强 那冰箱上的贴纸是他写给你的吧 卫生间里的牙线 还有漱口水是他买给你的吧 他爸给他的钱还得紧你的手啊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睡错床了没关系 你怎么还在怀疑我跟他呢 我不是都跟你解释了吗 我不相信 起开 嘟嘟 别跟你来 今晚睡沙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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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拍摄 给你 我 来 来 来 什么意思啊 这个 陪我了 佳明 我说了 谢呀 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这个 什么意思啊 你爸走的那天让我转交给你的 我爸让你转交给我的 他说要是直接交给你 你肯定不会受的 所以就把这个 艰巨的任务拜托给我了 我爸让你给我钱 你不信你打电话问他 我信 你走的第二天啊 我就去你单位找你了 结果就看见老刘和他妈 他把你接走了 我回家了 回家好 当然有点啊 你必须让老刘跟你认错 而且得白纸黑字地写下来 检讨书 你还得让他发誓越读越好 他肯定不会写的 就为你自己好 我知道 都都呢 我昨天去找他了 然后耍了一点小花招 他回来了 那当然了 他能去哪儿 这样我就放心了 这几天我心里 都动嘛 女孩子 你就多哄哄他 他不喜欢惊喜吗 你就多给他点惊喜 姐 你说这生活吧 就应该是平平淡淡的 哪儿还那么多惊喜啊 累不累啊 你这话说的感觉你比我都老 现在我是需要平淡的 你还年轻 你应该过一点有激情的生活 这样生活才会因为你的创作 而共济于光彩 大姐 没想到您的内心还挺浪漫的啊 是 因为我热爱生活 我爱你 你也别愿意 想顺着 你不想不想 你也不想想 觉得你应该不想 你 就确认了 我 你也不想不想 我一下也不知道怎么说 嘟嘟 你看啊 这个是报家明 这个是你 这个是刘光耀 这个是我 那那张呢 你好奇的就是这张吧 就是他吧 于小强 你是不是怀疑这张牌 和这张牌的关系 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要找报家明 好奇的棋子上面一个大 下面一个可 本来就是大可不必的事 除非你自己已经看出了什么端倪 好 我这话跟你说吧 我就是觉得 报家明对于小强做的事 有点过 其实是有点过呀 简直是不可原谅 那我也实话跟你说吧 我就是想问问他 我跟报家明远日无冤近日无仇 他为什么这么咄咄逼人纠缠不清 我不欠他的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说一个男人 什么可以让他这样不顾一切 反正具有对报家明的了解 他不会为了钱干这种事的 不为了钱 为了人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事 好 我怀孕了 真的 傻子 现在怎么看得出来 要十月怀胎 所以我回家了 你为了孩子就可以原谅他了 我不想孩子一生出来就没有爸 他有点爸的样子嘛 现在特别有 那我可以跟您商量个事吗 又什么事啊 我可以当孩子他干爸吗 干爸 我怎么感觉都是年龄很大的人 你说的那个叫干爹 我肯定没意见 但是他奶奶肯定不同意 他奶奶挺厉害的 关他奶奶什么事 我当的又不是干爷爷 不是 当干爸有什么好 你这又不懂了 每一个男人真正的成熟 就是在他当爸的那一刻 对啊 那你应该先当爸 才能当干爸爸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是要先当干爸 再当爸 干爸 我上次跟嘉明闹翻 就是因为看见 他睡在了于小强的房间里 那他怎么解释 他们俩都说是因为喝多了 睡错了床 我看见了就说是喝多了睡错了床 那我没看见的时候他们俩在干嘛 我就奇了怪了 自从于小强搬到我们家 报嘉明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对我大呼小叫 我以前就是图他一诚实善良 百依百顺 可是现在呢 现在 于小强怀孕了 反正刘光耀跟我说 他和于小强已经分居很久了 而且他们一直想要孩子 七年了都没要到 怎么一搬进你家 于小强就怀孕了呢 你的意思是说 那孩子是报嘉明的 那他为什么要搬回去啊 于小强当然没有那么轻易 就能放过刘光耀呀 把孩子生在刘家 都有保障呀 反正 这件事情要换作我的话 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 就善罢甘休的 我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 我也不会 我要唱首歌 这首歌要送给于小强 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以后这也会是我 好 你都不用看了 跟一个材料 什么入den de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您找谁 不好意思 我找于小强 他不在家 我进去等他可以吗 好吧 那请进 谢谢 来 姑娘 行 有客人呢 妈 找小强呢 请坐 坐 喝杯水呢 不用了 好 爸 您陪姑娘坐会儿 我楼上还有点事 你忙你的了 我陪着呢 陪 她顺陪了 这么晚来找我们家小强 有急事啊 嗯 姑娘叫什么名字 叫我嘟嘟吧 哦 好听啊 你怎么认识小强的 准确地说我不认识他 是我男朋友认识他 你男朋友是谁啊 他也面识他 他先说不过 你不是说不过 你怎么认识他 你很好 我对你说 你怎么认识他 我相信 他会在打扮 你说我 你怎么认识他 我 bread 你你不认识他 你怎么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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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人 你怎么认识 我 你怎么认识他 你怎么认识看 你怎么认识他 你怎么认识他 你怎么这么晚跑到家里了 嘉宾告诉你我的地址的吗 少和我绕圈子 蓝芯给我的地址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块 怕了 我不跟他在一块 怎么能知道你们这么多破事啊 兔兔你冷静一下 你这么晚跑到家里来 总该事先打个电话吧 对你我还需要打电话吗 对你我还需要礼节吗 有什么话好好说 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能给你解释清楚 好 你跟报家明什么关系 我把他当弟弟看的 弟弟 你骗谁啊 你要是喜欢报家明 我可以拱手相让 可是你不能骗我 你更不能骗你婆婆和你老公吧 你婆婆和你老公 还不知道你们俩已经睡一块了吧 你在这儿装什么呀 都都那件事情 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是喝多了睡错 睡错还是爱错 你自己心里明白 吁小强 我知道你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就是在这个书房吧 报家明来给你修电脑 打从那天开始 你们俩进去 我给你带清理 我照片 在这个书上 我怕你带清理 你先给你音乐 我真的 trespass 小强 你痛快 我的私人 我不是故意 所有�� 我只能把你 我以为你 我相信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